由我们的employer和我们的boss所构成 那这时候我就直接用这一项啊 这个我们能省事当然就不会用它了一点点去点 我就直接用它指向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多省事对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们生成的代码是什么样子 注意啊 这个地方我没有给它起那个association的名字 所以我要干嘛呀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项给选上 不然它不会生成 这也是这个工具的一个特性 看到没有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所想的就验证 是不是很有点意思 好 我们再往下说 这个继承 那这个继承就没什么好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认为比方说这个boss和员工之间也有个继承关系 我们认为boss也是一个职员之一 也是一个职员之一 或者我们不叫boss吧 叫CEO 他也是个打工的 所以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个继承关系 别忘了 我们在画继承和这个构造都是这样子的 画我们的 画我们的那个聚合和组合都是这样子 有子指向负 有小的指向大的 看见没有 那他们就是一个很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 那么在右边这个关联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关联线看得出来 他的什么傅是employer child是我们的CEO 对不对 线也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生存代码 我们猜都能猜得出来 我就不说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依赖 依赖就比较有意思 依赖我就说了 实际上 他们在生成的时候 比方说 我把这个画到这来 要不我把那几个画到这 拖过来 让他们方便 方便一点 好 比方说 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经营活动 我会依赖我的优格manager用户管理 所以我认为他们之间是有是有较强的这个依赖关系的 我就给他设置去依赖 那么这个依赖的话 这个依赖就他的一个代码的生成是什么呢 我说了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实际上依赖往往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是依赖呢 就是我这里头会用到这个对象 这就表示依赖 但在哪用呢 就不像原来我们的关联会定义好 他一定是个属性 那不属性 而是什么呢 也很有可能是什么 我在里头有一个方法 比如说 我在这里头建一个方法 叫 get user manager 他有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就是我们的这个 return 就是我们的user manager对象 找到我们这个对象 OK 这个能看明白啊 意思也就是说 在我这个方法里头 我甚至于或者传餐 或者返回值 我会用到你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依赖 就跟我们原来的那个关联 是不是稍微有点不同 那好 那你说桑迪亚 你现在这个定义的这么好 那我们生生代码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比较好的关系呢 当然你不用担心 一定有 因为你在这里去传餐也好 还是返回值也好 你不是去选了那个class了吗 所以他生生代码是不是一定有 但是 但是要注意 那你说这条线干嘛用 因为这条线 它实际上并没有去指明 它和它的 就是到底是哪个函数 依赖到了它 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条线 按照好的UML工具 这个工具我还没去试 这个工具我用的也比较少 好的UML工具来说 会比会怎么做 它会 往往是用来干嘛呢 就是两个类在不同的包里头 我们在这个里头是不是要去import它这个包 这条线是用来干这个的 在生生代码的时候 明白了吧 所以 那因为很多人就问我说 少年 我不画这条线 我在这里头代码是不是也生成了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在返回值的时候去选了这个类 按说代码肯定有它了 对不对 但是你生生代码没有import 就是运行不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了 因为我们这儿画的这个图 本来就不要求运行 所以 你不画也 也不会错了 我觉得啊 但是画上就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条线啊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依赖 简单 实现也很简单 你之前咱们已经做过了 我就不讲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下这条线 叫association class 关联类 关联类 比较有意思啊 比方说 我们的用户 用户这个类 和我们的 我把这个图再往下拖一下 空间不够 用户这个类和我们公司 他们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给他们建立一个关系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双向的双向的多对多的关系 一个用户可以去购买多个公司的产品 一个公司可以拥有多个用户 是这样的吧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会给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 0到n 我们会认为它是这样一个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的时候对我们分析问题 简单的分析问题是比较方便 但是有的时候 在我们设计上面就有点头痛 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给他实现 举个例子 老板跟你说了 现在Yuda和company 他们之间是一个多对多的这个关系 你赶紧去设计一下我们的库表啊 赶紧设计我们库表 还有 就是我们在代码里头 他们也是个互相多对多的 互相引用的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他们又在不同的package里面 所以他们不准循环引用 那你怎么去实现呢 我们就头痛了 对不对 或者说表现不清了 在类一类之间 这个是不受我们语言所支配的 所以我们就建一个关联类 我新建一个类 这个类叫什么呢 叫 Componence User 或者叫 Componence User Relation 公司和用户的这个关系类 对不对 我们这样是不是更有点意思 公司和用户的关系 那么下面我只需要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按照正常的改法 我们会怎么改 我们是不是会这样子来改 把中间这条干掉 对不对 然后把这儿是不是改成了我们的一对 一对多 一对多 对吧 都是这样子 对吧 但是我们的UML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他觉得这样的话起来都麻烦了 所以我们的UML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叫关系类 你从这条线直接给它拉过来 看到没有 这样也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 它在实现的时候 我们会借助这样一个中间类来实现 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这条线是什么 我们一看到这条线就知道 叫依赖 这条线其实也是一个依赖 也是一个依赖 你见到这种虚线 你就知道是依赖的特殊特殊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类了 有用吧 OK 那好 那我们这几个关系线我们都讲完了 下面我们说一下connector connector 你看在这放不了 你用让它去连线也连不了 那它咋办呢 实际上它是来做这个事情的 connector也是一个associate型 只不过是它是连你内部的 这个part的associate型 了解就行了 真正的我们手画的时候 你可以把connector和我们的这个都忘掉 因为他们的画法 是不是就跟我们class那些associate型画法是一样的 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加这几个对象 反而搞复杂了 后来 好 这种我们connector知道就行了 object呢 object就是 这个地方我们放一个object上来 它可就不是我们的类了 它是我们类的实例 这个往往是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用的 比方说 我这个object你看我在这指定一个类 指定的是哪一个类呢 指定user这个类 我给它建一个user的实例 叫myuser 这就是类的实例 它的画法跟我们像跟我们的时序的图里面那些画法 这个对象画法是一样的 这个容易理解 那么 同样的 我们刚说用户和我们公司之间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我再给它建一个公司的实例 他们也会有关系 既然它和它有关系 那么它和它是不是也应该有关系 好 association 可以吗 画一下 不可以 看到没有 所以要用谁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叫link 这就是link和association的关系 我一再强调 你看我们用那个 但它画出来的样子 其实还是association的样子 所以呢 所以以后再遇到这种association关联的时候 你就说association是什么呢 公司和员工的关系 那link是什么呢 link是我们公司和我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这些都是差不多的 ok 至此这些基本的元素对象 我已经介绍完了 看似比较多 但其实掌握起来并不是特别难 这样子先 给你点时间 稍微画一下 把这几个都练一下 稍微画一下 我们待会继续跟着讲 给你十分钟 那么在画之前正好 那个 你在问 就是零星和一星的区别 零就表示 是什么 零星就是零到N 也就是说 他可以 没有 零就是没有啊 就是我们 我们同样是一对 一对多 我一对多的时候 意思就是 我可以 就是比方说 我一个人可以持有的 这个银行卡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 那么 但是我一个人 其实也可以 一张银行卡都没有 这个不就是零星吗 对吧 一星就是 必须至少得有一张 好 练习一下 OK 都已经画完了 那我们了解了这些元素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demo 这个 是我画的一个图 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是以前别人让我用用J2E 就EJB和C++写的一个手机上的WAP网络游戏 那么 大家探视器看得出来 07年的 四年前 这个游戏 对方给的需求还比较明确 一个WAP的文本的网络游戏 就什么国家呀 战争啊 特色系统啊 这个客户 其实他需求能给到这么细 包括界面啊 已经是很好的客户了 看没有 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就比较简单 什么社会关系啊 场景的切换呢 组队啊 这个反正网友有的都有了 什么家族啊 国家啊 什么国战呢 还有占领 家务班会 还有什么结婚 比较搞笑 移民 还可以移民 皇帝的权利 就这些东西 比较长啊 五十多页 看连他道具都给你命名 命名好 比较有意思 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沉淀 所以带 带一个小孩 俩人写了差不多四个月 四个多元 就是PK那块稍微复杂一点 还有C++那块的游戏的一些算法复杂一点 那么我也给他画了一个这个UML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需求的 我们先看一下需求的 我简单的 就我拿到客户的 我说这个是原始的 知道吧 我们一定要转化成我们的自己的需求设计 就后面会提到 这可能也不完整 是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那个 交易系统 这些应该是用力吧 这些用力好 那这个文档 好像是比较老的一个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类 类图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些相关的类图 我重点是把他的一些字典 拿这些给他列出来了 一些字典给他列出 怪物模型的类图 他们的一些关系 人物建模 人物的基本模型 这是人物模型的这样的一个用力 物品装备的 物品装备还要分类 装备属性 这些都是用力图 太久了 我都有点急不得了 任务系统 社会关系模型 简单的画了一些类图 这个文档有点老了 这个文档有点老了 反正就是画了这样的一些类图 那么 除了这些类图之外 我看一下这里面有表 这个图又不一样 没内容 这些类图画的都比较简单 主要是把字段给画出来 把属性给画了一下 可能比较老的了吧 你看这是我们用过的10系统 和玩家和NPC之间的关系 好 这是一个局部 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之前领的学生做的 这个图也是学生画的 这就是其中很细的一个模块 它的一个实现思路 你看这个工具就比较好 肉子这个工具 没有细分的 付出马上 并不耐尽 富有